记者肖宇涵台北报道 2018世界杯足球散热播中 16强争霸战将于6月30日正式登场 华视金28举办是足看华视开播记者会 包括华视董事长陈玉秀 总经理庄丰佳 主播谢长毅 房叶涵 朱培兹等皆出席 三位女主播现场笑认自己是看脸 不看球 连佩北先表示自己私心喜欢内玛尔 一旁的朱培兹赶紧说 内玛尔是我的 现场上演抢人战 左南韩队上未免军德国 最后以2比0胜出跌破众人眼镜 下注南韩赢球的球迷很赚一笔 金房叶涵也透露前一天开会时本来想下注 他笑说 如果我有买 今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而一心支持巴西队的朱培兹 更在播报时抱持私心 在新闻最后常偷偷喊 巴西加油 华士从6月30开始独家转播 2018世俗16强决赛 并在7月15日与总统府前广场举办 世俗冠军之夜转播 总经理庄丰佳透露转播金砸下3000多万 而将播出拉到户外又是一笔不小开销 不过为了凝聚球迷看球热情 庄丰佳认为一切很值得 主播现场一 左起 朱培兹 黄百灵 防疫含 连配备 华士提供